明日之子第二季从开播以来就遭遇了重重困难 先是毛不易及邱鸿凯歌曲侵权 理智在微博上艰难维权 之后明日之子又传出停播的传闻 虽然之后正常播出 不过给这个节目增加了更多的争议 昨晚又爆出第四季歌曲 What even舞台地面屏幕视频抄袭林俊杰 2018年2月伟大的渺小演唱会 虽然明日之子发现后 第一时间发声明道歉 并删除了雷同的画面 不过这对选手的一周以及观众都是一次不小的伤害 真希望TX能好好把好关 不要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红氏合唱的节目 创造101和明日之子两者也有本质的差别 101小姐姐虽然也都是竞争关系 但他们相处的都比较和谐 很少出现你不服我 我不服你的现象 而明日之子的选手 简直是一个比一个狂 首先比较狂的是陆正廷 从一开始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我要让大家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RAP表情 王子思外歌人气一直很高 一般人气高的选手总有他独特的魅力 虽然他的实力在专业歌手面前真的很一般 但是他的狂小编也是浮起 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我是天选之子啊 我身后有500万粉丝支持我 最狂的估计要说Yato 他是场排新推官推荐的选手 加上RAP其实很有特点 所以一开始参加比赛就很狂 他自己也说 要不是杨幂在下面拉着他 他早就冲上台PK了 而看过昨晚Wattman的朋友 发现Yato更是将挑衅进行到底 虽然这很符合歌词 不过很多网友认为他还是狂了点 而在拉票完结 Vito的那一句 我根本没打算拉票 因为我觉得没必要 真的是霸气侧漏 霸王龙非他莫属了 如果说晋级的选手 还有底气自信十足的话 那淘汰的选手又怎么样呢 照样很狂 邓泽明淘汰后在后台接受采访时说 一个节目而已 对我来说真没什么 明日之子失去了我 再也找不回来我了 把我淘汰了 你们太失误了 这是非常错误的决定 不得不佩服他们这种年少轻狂的语气 也许他们真的还很年轻 有这份自信真的真好 淘汰的选手里 只有他心态是好的 他就是童儿 他非常能理解 乌清风老师 为什么不选 他而选了曾玉明 他说 我就是平常心 他又不是否定我的音乐 只是我们的音乐风格不被大众认可而已 相信有一天会的 他还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为什么不受观众喜欢 肯定有自己不足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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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